他因為反對好龍斌的一綱一本政策 然後就狀告好龍斌說那個政策是違法 那他確實也是違法 後來實現也是違法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那個違法的東西 到今天都還沒有消失 連貝貝基都還沒有消失 然後在那個 他告好龍斌不到三個月之後 他的生活就引起一個很大的改變 因為好像只有老師跟家長 才可以告教育局這件事情是違憲的 違反國民教育法第八條這樣子 然後我當時也沒有講很多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就是不對 應該要出來這樣子 然後我當時我先講一下 我當時的理念就是 選書權是我們老師應該的專業自主權 怎麼會有老師會願意把自己的選書權 就是把自己的選書權拱手 給所謂的你的主管機關 或是給你的教育當選 我就覺得這是很不可思議的 我告的時候 我記得是96年的11月12號告 然後那一次我們還又開了記者會這樣子 完了之後我就 我還很高興覺得我做對了一件事情這樣子 結果我沒想到 後來就是在12月11號 課發會那因為我是課發會的召集人 就坐在那裡 奇怪課發會不是應該要講課程 課程發展綱領嗎 怎麼就開始聽到那個 那個家長會長開始罵 站起來罵 罵某一個老師上課都在看影片 連續打幾週然後都都不上課 怎樣怎樣 然後學生要考試了 我卻這麼混啊 然後就開始說 看王昭君答八遍 就是王昭君影片答 我就開始一頭霧水 我剛開始不知道在罵我 我真的不騙你們的 我聽到後來就覺得 欸不對這次在罵我耶 然後就站起來就跟他們 跟他們講說 你們要是覺得我上課是有問題的話 或怎麼樣 我歡迎你們到教室來看我 看我上課請起架子 沒想到他們就在12月13號的時候 就無意緊的就有了都學 然後帶了一群的家長 還有學校的主任啊 一起就這樣闖進我的教室來 都沒有講一聲就進來了 當天的下午四點多 我就收到一封 一個公文 我們人士主要叫我簽收的 我一看這什麼東西啊 原來當天的中午 12月13號那一天的中午 他們已經開完教評會了 就把我列為不適任教師 然後就說叫我要簽名 承認這件事情 然後說我教學不利 一開始說我有教學不利 然後要進入輔導期這樣子 那我一看 啊怎麼會這個樣子 那我也傻眼啊 因為教評 通常開教評會的時候 你應該要讓當事人去捉名啊幹嘛 我都沒有喔 我都沒有 然後後來我就去跟 去跟 人士主任說 欸 啊你那個開會通知章 你也至少也給我一份吧 結果我們人士主任更扯 他給我那個通知章竟然是 12月13號他們開教評會員會對不對 他的通知章竟然是12月15號才發的 然後他下面 下面人士主任大概自己也 自己也很怕也就他會有事 他下面還寫說 奉都學指示 臨時照看 那教學不利的時候 他們發覺到沒有辦法對付我 為什麼 因為教學不利裡面有一條 如果教師法你又去看 教學不利裡面 要輔導期 要輔導期 那輔導期當中 你可以去找那個 你信任的一個老師來當你的 當你的那個輔導老師這樣子 好 那我就很 我德律師就教我說 那你就去請你們學校同事開始要當 結果沒有一個人敢輔導我啊 沒有一個人敢輔導我那怎麼辦 你說可以請一個 後來我們就找到誰了 我跟各位說我請到了師大 那個時候出題的 出題的新策中心的主任教授 林世華教授 林世華教授說 OK 我自願當蕭曉玲的輔導老師這樣子 你知道嗎 教育局要求我要把林世華 要求我在兩個禮拜之內 把那個名單給交出來這樣 我交出來之後 他教育局跟校長 一看到是林世華喔 馬上說 不行 不是 這個不合格 這個 結果你知道我翻遍所有的 所有的那個輔導的那個辦法 沒有這一條啊 沒有說不能非校內老師不行啊 他說他們一定要校內老師 可是沒有 沒有這一條 他這件事情是 一個說法是說那個 林世華不是校內老師不可以 當然沒有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又說能力不足 反正理由很多 還有一個理由是他拒絕輔導 就是為什麼會沒有輔導 請這件事情有三種說法 然後都是學校講的 對 我二十一號就收到說 二十三號要開教育委員會這樣子 然後二十三號要開教育委員會的時候 我就請了那個 那個就是請律師 還有請了羅德水老師要來 結果他們都說你們這些人都不能進來 都不能進來就對了 然後就叫我進去 進去裡面就什麼都不給我看 我就說啊請問一下我翻了哪幾條 他就給我一個一個一個就是給我看一下一個像這樣子的POWERPOINT 大概列舉了十幾條這樣子 然後我就傻眼啊 然後桌上都沒有任何的資料喔 那我就只好講完 他就說你講完就可以出去了這樣子 對啊那我就只好講完就出去了不然怎麼辦 然後然後他就說他就說他就說是我自己不願意接受 接受他們的質問或幹嘛 我問哥我怎麼接受質問 你定我罪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我犯了什麼罪 然後我就說要證據你又不給我 就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 我就因為這樣子喔 就行為 後來給我的罪證就叫做行為不減有損失到 然後就把我解聘 我可以先問一個問題 你們這樣訴訟花了多少錢 目前我一直都報了快一百萬了 已經一百萬了 為什麼 因為我在打那個教育局的那個申訴的 那個就是那個就叫做貴錢 就是所謂的人 應該就講的是就是前審的法官那一部分 那個就已經花了快將近二十萬了 十幾萬了 快要十三萬多了 就是教育取申訴請律師 教育部申訴又請律師 然後接下來行政訴訟請律師 然後再來你看 行政訴訟一審輸嘛 然後現在又到高等行政法院 然後那個接下來那個國家賠償 也是一直輸啊 一審輸 二審又輸啊 然後妨礙語也是一審輸 二審又輸啊 這我補充一下 那同時他告真美會或者告凌晨角 他們的訴訟費都是你我的納稅錢 我 對 他們都是教育局出的 對 然後你如果去看 因為我寫了不少校園訴訟的案子 像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鄭大紅葉美就是傳出什麼女童訓練那個 反正就是學校會選擇性的 支持某一方支持到很誇張的程度 就是律師被幫他出啊什麼什麼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是說教師會這邊 就是只能給你三萬塊還是五萬塊 什麼 對 那我們比對一下 就是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其他工會 你是為了工藝跳出來 然後你被犯了掉的話 通常他會幫你出律師費 一般的工會的水準是這樣子 對 但是教師會對他的幫助也是相當有限 我唸一下 這就是之前台北市教師會 就是為什麼他們在抗議那個領選的事情 第一個他現在官派 所以他幾乎是 他就控制員額 你知道嗎 就是我現在有缺幾個校長 然後我都把那個缺 我都不會培養更多的校長 我讓每個校長都有的檔 可是你這樣就會一灘死水啊 然後第二個是 老師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篩選 他沒有辦法去說 比方說自己去做色問卷 學會有辦個政見發表會 請你們不同的人來 因為第一個已經名額已經少了 就不會有競爭就對了 對啊 然後那反正這種種於是 我會覺得說老師自己本身 都沒有擁有他該有的民主權利 很快學校的班會是開獎的 對啊 學生決定的事情 老師也不會甩你 然後老師決定的事情 校長也不會甩你 校長決定的事情 教育局也不會甩你 這就是一個專制社會啊 所謂的校務會議事實上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學校每年都會開 每學期都會開校務會議 然後就是講一下校務的 由校長來報告校務 然後甚至講一下說 接下來我們這個學校 接下來的校務啊 會是怎樣發展這樣子 可是後來就是因為 我當教師會長那兩年 我發現到學校的不合理就是 欸怎麼會校務會議 竟然有個所謂的校務代表制 然後我以前在桃園上班的時候 能有這一條 然後他就去照台北市上班的時候 還派到台北市的教育局 進來一個有一個規定 就是規定說 學校如果召開校務會議的話 如果這個學校的師生人數 老師的人數是30個人以下的話 可以全校開校務會議 那30個人以上的話 就要所謂的校務代表之項 就是派代表過來參加這樣 然後呢 我就覺得這樣非常不合理 因為這一件事情是不對的 如果這個樣子的話 校務代表可以讓校長所掌控啊 校長可以勸我喜歡的人 去當教師代表 然後這一群人就是寡頭正志 就是所謂的代表制 就可以決定所有的事情就對了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這件事情非常的不合理 這個根本違反 違反國民教育法 誰便規定教育局說 校務代表是要30個人以下 學校老師30個人以下 校務代表然後30個人以上那樣子 就減班超額啦 或者是那件事情 我就說 我都必須透過校務會議 大家一起來談的才對啦 還有就是說 像第八節課 反正很多事情 我都覺得校務會議 是大家共同討論的 我說這個很重要 因為老師不參與校務會議 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權利 或者是我的什麼東西 是在多奪的 我都覺得相比 是我一陣子 我是在討論的 我都會玩 我都可能好了 我看到了